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下午直播环节 来到午视第一击 先和大家看看十大活跃港股的表现 见到排行榜的第一位 由腾讯控股上午跌过百报185元 盈富基金跌近百分之二 报22.2 汇控跌超过百分之一 报63.6 友邦保险跌两毫 报43.9 建行跌超过百分之二 跌近百分之三 报5.57 国售跌近百分之四 报20.75 公行跌近百分之三 报4.57 美图公司就报8.5 暂时没有升跌 至于二百二百的恒生H股跌幅超过百分之二 报95.45 中国平安跌超过百分之二 报40.9 提提十大升幅股份 有利福地产升幅埃近两成四 绿色能源科技集团升超过两成 泰灵医药升埃近一成九 中国中文国际控股跌升超过一成三 线远控股升超过一成一 看其余几只蠟 有中国天税水泥升幅超过一成 中建置地升一成 可以智能健康升近一成 中文足有科技升超过百分之八 至于形成科学升超过百分之七 挨近百分之八 十大跌幅股份 有冠华国际控股股权跌幅超过四成半 南鼎国际跌超过两成三 江山控股跌超过一成九 乔洪国际跌超过一成半 中国黄金国际跌超过百分之九 挨近一成 认得气体跌近百分之九 中天国际跌近百分之九 幸福控股跌百分之八 中安房产跌近百分之八 至于西政国际证券跌超过百分之七 跟着跟大家跟进上午港股的表现 看回今早就受着外围方面 美联储市场预期要加息四分一里 都是比较英派的言论 见到就跟随着外围要向下 今早早要低开近二百点 早段跌幅收窄至到一百五十点 已经是半日的高位 最高见过二万二千三百零五点 气候股额转强 五半日最多跌至四百三十一点 低见二万二千零二十四点 亦创了十一月九日以来的新低 最终收报在二万二千零七十六点 跌三百八十点 跌幅矮近百分之二 看看就是股控榜方面情况 半日主板成交去到四百三十三亿多 股控金额去到四十八亿多 先看看 排人第一位的盈富基金 股控金额去到三点九亿元 占股份成交超过两成半 中国人寿 股控金额达三点二百亿元 占股份成交挨近三成六 南方A50股控金额达二点五九亿元 占股份成交挨近六成二 中行股控金额达二点二百亿元 占股份成交挨近三成二 安石A50中国股控金额达一点九二亿元 占股份成交挨近三成六 这次我们请来的嘉宾 Jason和我们跟进港股方面的情况 Jason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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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比较震荡一点 跌幅也比较深 去到二万二千点这个位置 究竟守不守得住 半日低位看到最低 差二十四点 就去到二万二千点 会不会有机会跌穿呢 看回今天来说 港股跌幅比想象中大 因为其实看到昨晚 就算美国是加息的 DOW中 美股那边都只是跌百多点下来 又不算 或者跌得太多 但是看到今天 港股一回来 都是有个跳跌的低开 接着看到跌幅也是加剧了 可以留意今天拖低大市的一些板块 其实都相当全面的 包括说一些传统也是受加息影响的一些地产股 或者好像你说新地 新世界这些都跌成2-3% 另外就说一些收息类的股份 例如说领展方面 今天都是要跌得比较多 跌幅都有接近4% 另外就说一些内银股和保险股方面 同样都是有些捱沽的形势 普遍跌幅都有2-3% 所以你说看今天恒指的下跌 就不是说某一两个板块所造成 而是一些重绑股 再加上不同的板块 都构成这个跌幅 但你看看成交方面 暂时就不算很大 你说上半天到现在来说 400多亿 就比过去的几天多一点 但就未算很恐慌抛售的情况 还有可以留意 看见到今天在跌幅榜 说到头50位的跌幅榜 排到第50 其实都见到跌幅不算很大 就是说普遍跌幅去到40-50位的时候 都只不过跌可能4-5% 还有见到一些跌幅比较多的股份 都不算基金的外股 不是说之前基金增持得很多的板块 所以今天这个跌市 我又不可以说归纳 成为一个资金有一个明显走资的情况 亦都不等于说 基金是要进行一个洗仓式的抛售 所以我暂时对于整个大市的看法 都仍然是维持一个上落市的格局 虽然这个星期的市 由23,000跌回来 现在是22,000 但是22,000 这一个关口 我相信支持力度都是挺大 反而可以趁这一段跌下来 去到现在区间底部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考虑拼反弹 看区间方面 刚刚都说过 上面的23,000 是一个下降轨所形成的阻力 你说去到下面 现在大概是22,000点左右 22,200这些位置 都属于一个比较紧要的支持位置 我都相信在短期之内 如果不是说再有一些很不利的因素出现的话 这个位置应该就不会这么容易跌穿 当然你说去到明天 或者去到下个星期 大家要看实的 一来就说 美国宣布加息之后 究竟整体的债息 会不会进一步上升 年代如果你说 美国的债息升 令到内地方面的债息都要跟着升 或者令到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加剧 这方面都可能对港股来说 是有点不利的 至于你说 在内地保险资金之前都出了一些细策 限制他们入市的动作的话 可能都会令到A股的成交 或者A股整体的表现 都可能未必会做得太好 看看你说这些利膽因素 在这几天叫做跌市 下来消化了之后 会不会可以去到下个星期就好一点 整体来说 我自己觉得去到明天下个星期 港股是有的条件可以进行一个反弹 好 谢谢你对港股的详细分析 现在回来跌387点 到22,066点 至于国企指数跌238点 到9,467点 成交方面去到448亿多 可以留意回 摩迪拉五市第一G的时间也都差不多 谢谢Jason你的详细分析 先休息一会 广告回来 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有即使攻略 也可以打电话来 204-6566 稍后再聊